我在市場 要噴噴 要擠得下去 我現在把線條變輕了 我不要去嫌那麼重的 但是我墨還是沾多 墨還是沾多 縮起來之後馬上就把字帶拉開 這個就比剛才那個輕很多 沒有那麼猛 可是磨還是沾多 因為讓它自己去做那個暈染的效果 然後 然後就是霜對不對 霜在這個地方 好我們寫下半部霜在這個地方 看這個英雄 多有氣派他怎麼開 英雄 什麼字 死記 我今天要是蝦輕的 所以你看 我今天要是蝦輕的 有沒有像剛才那一張那麼重 也比較輕的線 但是它的空間一樣出來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種比較 反乎的 更反乎的效果 因為細線的 那就純粹剩下白的空間去作用 那你這時候是墨沾多 那你可以輕輕的寫 那如果你墨沾多 他自己的那些痰痰痰痰痰痰 它就產生一個厚度了 那其他人就到空間 白色的空間去講話 可是它像它這種寫的方式 它這種就是 線條的作用也有 可是它作用不大 它是白色的 然後 讓白色的空間做出來 然後白色的空間做出來 所以重點在那個地方 所以用什麼線 大概 問題不會太大 但是你墨要稍微多 後面是沾掉就好了 其他的 你就要把這個空間扯開 那麼那個白色的空間 有它發揮的餘地 這樣就OK了 那如果這樣寫 我會覺得 你還是說的太小 所以我說的白色空間 基本上 這個白色空間說明一下 這個是字內的 字內扯開的 白色 字內扯開白色 而不是左右這個關係 左右他已經把它密合了 所以他怎麼把這扯開 當然有關係 可是他是利用這個扯開 讓他去做作用的 那你怎樣 OK 來 謝謝